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在截至6月30号2021年的这个季度 它的营业额是比较低的为4160万令吉 对比2020年的相应季度收入7500万令吉 你可以看到是下跌了很多 当然下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确认收入减少 尤其是来自它的建筑部门 建筑部门那一方面只有28.3个million 对比去年的6470万令吉可以说是下跌了很多 是因为越南的EPC建设工程已经接近了尾声了 虽然它的营业额是比较低的 但是JAX这家集团还是取得了2390万令吉的税前利润 在6月30号2021年的这个季度 对比去年同期亏损840万令吉 其实是有很大的进步的 当然它的盈利能力的转变是由于 分享了JAX Hydro Power Company Limited的30%的利润 大约为3750万令吉在商业运作过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次它会发生 其实是因为有新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就来用6月30号的这个业绩 对比它3月的业绩是如何的 你可以看到JAX在这个季度的业绩 它的营业额是4160万令吉 但是截至3月份的那个季度只有1750万令吉 你可以看到季对季相比的话 它的营业额有上升了138个巴仙 然而它的BBT 据Profit Before Tax的税前利润 在6月的这个季度是达到了23.9个million 然而对比上一个季度 也据3月那个季度的15.3个million 也是增加了57个巴仙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JAXResource Berhard这家公司的前景会如何 JAXResource这家集团 还是继续的专注于它的电力 还有能源的业务 特别是执行最新的大型太阳能光伏电站 LSS4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与此同时 越南的JAX HIDR发电厂 已经实现了商业应允 而且开始为集团带来经常性的稳定收入 在建筑方面 JAX这家集团还在寻找新的项目 以更高的利润来补充当地的建筑部门的订单 JAX集团的投资物业前景是非常充满挑战的 虽然在巴生谷那一区域 已经采取了各种MCO的措施 但是JAX的出租率并且并不是非常的高 所以集团一直在探索各种选择和改造 一些购物中心还有商业中心的举措 让它的入租率还有租金收益率 可以达到更加的高 更加的有效益 接下来我们就看9月7号的时候 马六甲证券研究也就Mplus 给出的每股0.75的目标价 给于JAX Resource Per Heart这家公司 它的看法是在越南的燃煤发电厂的高贡献 以及实际税率较低之际 捷克支援的次级业绩稍微超出了他们的预测 他们也预测这个发电厂可以在下半年 继续为JAX Resource Per Heart的盈利表现 做出非常大的贡献 尽管越南现在陷入封锁当中 不过当地的电力需求 还是会达到70%的营运效率以上的 他们马六甲证券研究也相信了 捷克支援在这家发电厂的贡献 营运现金流过后 行使选择前增购其10%的拥有权 也让该公司继续在越南 寻找和进军更加多的再生能源项目 以加强本身的财务表现 JAX这家公司在本地业务方面 已经长时间没有获取新的合约了 这主要是因为本地市场的建筑领域 JAX这家公司更加一个清晰的方向 所以马六甲证券研究 还是调高了捷克支援 也就是JAX Resource Per Heart的净利预测 尤其是今年就调高了15.1% 而明年就调高了4.3% 将目标价上修到了每股0.75% 维持买入的评级 JAX这家公司可以说是有潜力 也是充满着危机的 毕竟它的手上现金一直并不是非常充裕 时不时就做一些private placement 或者做一些right issue 向股东要钱在那时候 尤其是它发展非常大的越南BOT项目的时候 所以个人的看法是还可以再观望一下 如果它在低价的时候可能可以入手 毕竟它的建筑合约并不是非常稳定 但这只是个人的看法 买卖的话要做足自己的功课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介绍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 也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